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很多香港人今天都特別關注一件事 就是到底美國實施的所謂制裁 是否包括被制裁人士的家人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示對於我們的支持 多謝大家 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余懷松 就在Twitter上確認 原來美國的制裁是包含這些被制裁人士的直系親屬 我們可以翻看文件 原來特朗普昨天所簽署的行政命令編號第13936號 裏面的第七條就寫明 原來被制裁人士的直系親屬 都是不能夠入境美國的 到底直系親屬是甚麼意思呢 在第10條的D也作出了解說 直系親屬是說這些被制裁人士的配偶 以及他們任何年齡的子女 這個答案就是釋除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謎團 原來就是包括直系親屬都不准入境美國 那就相當清晰了 但又延伸到另一個問題了 就是當這裏行政命令頒布以前 如果是符合被制裁資格的人 已經入境了美國 那又怎麼辦呢 比如說被制裁人士的直系親屬 已經在美國那裏讀書 那怎麼辦呢 在這份行政命令當中 的確沒有對於這些情境 作出這麼詳細的解說 但我相信 美國政府方面 都是會作出著情的處理 可能就是會即時驅趕又不定 可能也是會等到 個別人士的簽證 夠期以後 不再幫他續簽又不定 反正那個決定權 真的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上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 因為當這些人士離開了美國以後 他就再無法以合法的途徑 重新進入美國境內 除非下那些被制裁人士 從美國財政部的SDN名單當中剔除了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入境了 不過美國這個制裁名單 就沒有剔除機制 亦都是不設任何的日落條款 不會說到了某一個年期 就自動從名單當中移除 唯一可以掌握這個權力的 就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就可以把個別人士 從SDN名單當中剔除了 接著我們就要看看 到底特區政府有什麼回應 在今天中午12時半 特區政府發了一篇英文新聞稿出來 這樣就沒有中文稿 標題第一句就已經寫到 說特區政府認為美國的所謂制裁 是無恥和卑鄙的 用上這樣的言詞 罵人家 你無恥 你無恥 你卑鄙 有多少是潑虎罵街 對不對 我們就看看 到底這篇新聞稿 除了黨八股之外 有什麼重點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他們就批評 嚴厲譴責美國政府 故意公開政府官員的個人資料 特區政府就會保留任何必要法律行動的權利 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 昨天美國財政部 在公佈11人的制裁名單的時候 包括了他們的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和地址等等 即是特區政府就說 這些是公開了官員的個人信息 但不僅是你的 其實美國財政部 一公佈這些名單的時候 無論是哪個國家都好 都會包含相關的訊息 好了 特區政府就說 保留法律權利 那不用保留 你可以直接動 它真的公開了 這是客觀的事實 鐵一般的事實 特區政府會有什麼舉動呢 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 還是說了就當做了呢 不是吧 不會這樣來放生美國財政部 我真的想看看 到底特區政府有什麼 的板斧可以拿出來 是不是去告美國政府 告美國財政部 還是怎樣做 怎樣保留法律權利 保留沒有用的 不用保留 那你有什麼可以做到才行 一口說是沒有用的 接著還有第二件事 他們就說到 特區政府將會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採取反制措施 其實這裡有兩個問題要問的 第一 就是中央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 採取一些對等的反制措施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到底中央政府有沒有 以示去採取反制措施 先說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能力去實施對等反制呢 那我們就逐個層次去看 第一個層次就是禁止入境 美國政府在兩個月之前 曾經制裁過大陸的新疆官員 當時大陸政府也是反制裁 美國的四個官員議員 當中包括了禁止入境 問題就是 你禁止他入境 你不批簽證給他 但是隨時那些人 是跟你林鄭一樣的 就是說 我都不向往去中國了 我都不向往中國的生活了 變成了這一招是無效化的 因為他只要口說不向往 都已經是搞定了 不去就不去 很閒而已 你林鄭也是這樣說的 好了 第二個層次是什麼呢 就是凍結資產 但是正如你林鄭所說 就是你在美國沒有任何資產 就不需要害怕 好了 如果中國要叫他反制的時候 喂 他反制那些美國官員 議員 如果他在中國根本沒有任何資產 而他也沒有擁有任何人民幣 那反制什麼呢 就是這兩個層次 理論上可以做到 但是對於那些美方官員 議員 沒有實際影響 好了 第三件事就是什麼 就是正如美國財政部 為他有一個所謂SDN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的名單出來 就是限制所有美國的個人和企業 和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有任何的接觸或者業務往來 就是要這些人斷絕了交往 好了 那中國如果他們又弄一個類似名單出來 反制裁這幫美國的官員議員 那有沒有用呢 理論上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禁止這些人們 不准他們去購買中資企業所生產的商品 或者是所提供的服務 例如是 不准他們用華為的手提電話 不准他們購買中芯的芯片 不准他們吃海底撈 不准他們喝黃老吉等等 總之 就是中資企業的東西都不准他們用 其實理論上這個都可以做到的 都仍然是對等的 問題就是第四件事 就是林鄭口中所說的核子選項 就是金融制裁 因為美國的制裁 根據香港自治法 我們昨晚說過的 在銀行方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銀行到最後就要做一個抉擇 究竟是要繼續和這十一個人保持著業務往來 如果繼續保持的話 分分鐘就會觸犯到美國的底線 就是會招致到美國對於這些銀行所實施的二次制裁 所以銀行一定會想到 究竟保持著和這十一個人的業務往來 這個利益是不是很大大都很重要 甚至大到要放棄其他那些業務 都還可以有好處 銀行一定是想這些實際事 人家打開門口做生意 求財不是求氣 好 如果別人認為 不行 和你繼續保持業務 往來分分鐘是得不償失 肯定就會關戶口 之前陳志思已經試過了 特區政府經常在說 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採取反制措施 你只能說字有用嗎 到底大陸能不能做到一個 在金融上的對等反制 其實是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 你不讓他用中資銀行 問題是他不用你 就很閒 但是大陸有沒有本事 可以逼使得到美資銀行 和美國的官員 議員 終止業務往來 行不行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如果沒有 其實就是做不到對等的制裁 所以特區政府經常在說 反制反制 邱騰華又出來說 有什麼意義呢 好了 我們又說說第二個問題 到底中央有沒有 意識實施反制措施 我們看到昨天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留夜在微博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都說明 不是每一次 美國有行動 中國都要陪美國一起瘋 胡錫進 胡錫進也這樣說 他還說 哪一步應該對等反制 哪一步是要藐視 不理他 這些都需要智慧 他其實就是 鋪了一個下台街 給中國走 因為對等制裁 走到最後的金融選項 其實就是做不到 問題就是 特區政府全力支持 你有沒有考慮過中央的感受 其實是 有些是做不到 做不到 這是客觀的現實 客觀的限制 你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對等的 金融的反制 其實做不到 都要去承認才行 胡錫進 起碼在這方面 他也有多少自知之明 反而你特區政府的新聞稿 真是水平不足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